今天我們來講一下有關於太陽系的類地行星 太陽系的類地行星是什麼東西啊 太陽系當然就是我們現在所住在的 我們的星球所在的這個星期 太陽系 那什麼叫類地行星呢 沒關係我們一個一個來教各位 來我順便問一下幾個同學 我就說只要這種選擇題的 我就會問後面一排的同學 來太陽系有幾大行星 這比較簡單 來那個最靠門邊那個黑色衣服同學 太陽系有幾大行星 九個 所以答案五 再過來女同學 七個 九跟七 那再過來 對女生 八個 有七八九了 正確答案是多少 是八個 我們小時候學九大行星 我先問一下陸生你們在小時候有學到九大行星的情況嗎 有嗎 也還是有學到九大行星 事實上呢 我們在 等一下我們會講大概幾年的時候 已經換成了八大行星 那是為什麼 到時候再來說 這個跳過的話 我覺得這題我自己出的不好 這個答案就是天網星 再來 其實這個有點就要弄猜了 但因為我們還沒教各位 所以 來 一樣 答錯了就會一直重複問 來 一樣 黑色衣服同學 你覺得哪一個衛星最多 第二個 木星 來 再來 第三個 土星 再過來 答對還要再 再 木星 土星 一個木星 兩個土星 一個木星 兩個土星 對不起 正確答案 就是 最怕科的那一科 叫 木星 好 來 再來 其實呢 我們原本叫九大行星 就是因為在2006年被提出來了 其實嚴格來講 重點是發生在2003年 2003年有一個教授 有一個教授 他因為找到了 那個什麼 那個 冥王星 更後面 又找到了一科 欸 這個我先暫時不講 因為我發覺我後面有一題 會跟那個有一點關 反正又發現到一科 他認為說那應該是第十大行星 結果呢 因為某些因素 後來風風雨雨之後 2006年 在國際天文聯合會的時候 提出來 後來為了快刀整亂嘛 就把冥王星給降級 降級了之後 名稱叫什麼呢 來 一 一 海行星 那過來呢 一 也是海行星 一 好 三位都是海行星 好 來我看答案 答案 就是海行星 OK 好 又一個非常 欸 這個 對不起 我都一直忘了改這個 這個其實到現在 從2011年為止 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 海行星 還是 個數還是一樣 好啦 現在換人啦 換人再過來 換這排 最後一個 來 換你了 你覺得 對 沒錯 五個 那再過來 四個 三個 三個 那你呢 三 五個 好 不錯 答案就是 已經有人猜對了 就是 五個 到目前只有五個 好 那五個就是我現在上面 這五個 明王 古神 細神 鳥神 刃神 好 好 奇怪的名字 好 刃神 好 沒關係 來 一樣 哪一顆最大 一樣 細神 再過來 再來呢 這位 男同學 這排最後 這位男同學 你覺得是誰最大的 四 四 鳥神星 再來 一 明王星 來 再過來 一 明王星 先跟各位講 這個答案 不 完全 現在一直還沒辦法完全確定 好 我先講一下 有些現在的人 有些人認為說答案是一 但是呢 其實我要先講一下 那當然也有人說是三 因為他其實他距離非常遠 我要先講一下 明王星其實距離我們大概 四十個 AU 哎 又要加分了 誰能夠跟我解釋AU是什麼 不要只是名稱 還要定義 太陽到地球的距離 距離 再多加兩個字 太陽到地球的 什麼什麼距離 沒有沒有 先不舉手 我就指 這個他今天已經講到差不多了 我希望 就給他完成 不舉手 來 太陽 你覺得太陽 繞太陽 地球繞太陽是 是 對 所以你應該再多加哪個字 太陽到地球的 不是 地球到太陽的 什麼 最遠的 你覺得會是最遠的嗎 大家不用舉手 我就是要他答就好 哈哈哈哈 最近 講到第三個才講對 太陽到地球的平均距離 那AU 主要的名稱叫什麼 你要把這個 接下來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個要答對了 我兩分就給你了 天文單位 天文單位 很好 AU就是要天文單位 好啦 既然大家剛才那麼熱烈 我再給大家一次加分的機會 請問一個天文單位是多少公里 好 來 一億五千萬公里 很好 不錯 好 所以呢 跟各位講 剛才講說 冥王星 它其實具有我們大概四十個天文單位 四十個天文單位 可是呢 在2003年 那個教授 我印象當中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叫布朗 有一個布朗教授 他找到了六十五個天文單位以外 六十五很遠 四十 像我們地球是EAU 那火星是1.5 然後再後來 又有 木星 好 木星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 像比如說到土星都已經到十AU了 土星已經到十AU了 何況到冥王星已經四十AU了 那 他找到的是六十五AU 又更遠了 快要遠到一倍了 結果發覺他看到一顆 而且經過當時布朗教授他的測量 他覺得這一顆又比冥王星還大 所以他當時認為說 既然我的距離 我現在找到比冥王星還更遠 而且還比冥王星更大 今天冥王星算是第九大行星 那我就是第十大行星 所以當時你知道嗎 那個教授 他就在他的研究室門口 就貼了自己 就自己製作一個扛棒的寫說 第十大行星的發現者 結果呢 後來大家就一直開始很疑問說 這個到底要不要給他說 那如果今天望遠鏡越來越好 再繼續往下找 有十一大 十二大 然後越來越多的話 哇 那各位就辛苦了 以後背的不是只有八大行星 欸 來 再給各位一次機會 八大行星從太陽開始 一直到背遠的 誰能夠唸出來 水晶地火 木屠天海 OK 不錯 用很簡單的 水晶地火 木屠天海 OK 很好 不錯 就這八大行星 如果現在你們都背 有些人 如果你自己思想 你這八大行星還背不出來 那到處有十一大 十二大 十三大 我看各位要怎麼背 OK 所以呢 後來 但是我跟各位講 2006年的國際天文 聯合會 不是因為這個緣故 不是說 怕以後的小朋友 要背得很多的那個 不是 而是是說 慢慢的發覺 冥王星的軌道很妥緣 非常妥緣 而且呢 幾乎八大行星的軌道 幾乎都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但是 冥王星的軌道 特別的偏 而且特別的變 而且很奇怪喔 那個 那個 冥王星的軌道 對不起 我拿一個 那個 筆齁 因為覺得每次 拿錯袋 看一下 因為每次覺得這邊的奇異筆 常常 沒水 所以就只好自備 來 誰幫我拔一下好了 來 哪一個男生幫我拔一下 沒有 沒有 馬上沒有加喝了 所以大家不用講 沒關係 好來 我先講一下 因為冥王星 很特別 它的狹長軌道 狹長軌道 導致於 它 有二十年的時間 軌道會走到它前一個行星 叫做海王星的裡面 所以 怎麼會有行星這樣子走 本來大家都應該是 繞著太陽轉 正常的轉 然後 然後有內圈的 然後外圈的 從來 那個圈都不會重疊 居然 冥王星 它的軌道 居然 有二十年的時間 有二十年的時間 會走到它前一個行星 海王星之內 OK 好 所以呢 很奇怪 大家會覺得 那個怪怪的 所以當時呢 在國際天文明和會的時候 當時很多 各國來表決 然後直接表決說 欸 到底 它 要不要算 第十大 這個戲神星 要不要算 第十大行星 結果呢 後來 最後的表決 把它 跟 冥王星 一起降級 可是當時我要先講 國外 它 其實當時想到的叫做 這個 Aris 英文叫Aris Aris Aris的意思其實在希臘神話裡面 叫做 紛擾女神 紛擾女神 是幹嘛呢 各位知不知道 那個什麼 希臘神話故事裡面 有曾經講到 有一次在 眾神的慶典當中 那 有一個女神叫Aris 她本身就是紛擾女神 她就覺得說 其實眾神居然在 那個歡慶的宴會當中 居然不找我 好 我一定要搗亂這個宴會 所以她就拿了一個 金蘋果 就到宴會上去 好 慢慢的大家已經開始知道了 到了宴會上說 她要把這個金蘋果 獻給 與會當中 最漂亮的女神 來 哪三位女神 你們 我們讓 給後面 來 白衣服同學 大文藥石 然後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要改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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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那 我先給旁邊同學 你知道嗎 沒錯 那 來 來 希拉 希拉是誰 希拉是宙斯的老婆 她妹 就宙斯的老婆 你還宙斯的老婆 她妹 希拉就是宙斯的老婆 OK 好 再講一次 雅典娜 還有 維納斯 再來 希拉 OK 這三個女神 都覺得她是宇會當中裡面最漂亮的女神 結果 這三個女神為了搶一個金蘋果 那後來引發了 什麼戰爭 來 特洛伊戰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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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也把握起來了嗎 哈哈 OK 好 待會兒我再來洗 好 等一下有用到在那裡 現在暫時不畫了 然後呢 很好玩的是 她現在叫Aris 就是我說希拉神話女神的 那個紛擾女神 所以 國外直接用這個名字 那但是呢 重點呢 那我們中國 我們的中文 要給她取笑成的名字呢 我先講一下 原先 原先她為什麼取名叫Aris 我先講 其實她原先的名字不叫Aris 其實是那個布朗教授 她當時很喜歡看一 一齣劇喔 她很喜歡看一齣電視劇 然後那個電視劇裡面有一個 那個女戰神 女戰神的那個 那個什麼 她覺得那個形象很好 那個叫做 她我印象當中沒記錯 她叫 吉娜 她本來想要把 這個 這顆星星的名字 取名叫 Gina 我忘記她怎麼聘 她叫Gina 結果呢 後來她的朋友跟她講說 欸不行啊 我們太陽系的天體 幾乎都是用希臘神話的名字 在做文明的 你不能喜歡哪個演員 或者是喜歡那個演員 裡面的角色 你就取她的名字 不行 所以後來她再改叫Aris 但是呢 很好玩的是 接下來是我們中文名字 要叫什麼 你 當時就有人在取說 那乾脆這樣取名叫 因為紛擾女神 國外的紛擾女神 那我們要叫什麼 什麼星星呢 因為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叫神星啊 為什麼都取名叫神星 不是 什麼王星 好 因為這些神星 大多數 在那個火星跟木星一帶 有很多很小很小顆的星星 我們稱之為叫小行星 但裡面的小行星 小行星的名字都是叫什麼神星 像這個古神星 那另外還有什麼婚神星 愛神星 什麼很多 還有趙神 那個那個我們煮飯的趙 那個趙神星 都有 好 所以呢 後面的名字 中文名字 就想把它命名叫什麼神星 結果呢 後來有一次在好像揚州 在大陸的揚州 就要一起開 然後甚至也有邀請台灣的天文學者 到大陸去 一起在揚州裡面開說 到底要取名叫什麼名字 當時就有人提議啊 叫做亂神星好 人家說亂神星好爽喔 擾亂好 擾神星好 也有人說取名叫擾蛇星 後來都覺得那個什麼 都感覺又有一點怪怪的 可是有一點怪怪 今天有人提出要表決嘛 後來有一個人居然提出說 欸 叫戲神星好 欸 兄弟戲搶個戲 然後當時也有人提出反對說 戲神星 這個字不是很冷屁嗎 欸 我們天文 我們台灣的有一位 很有名的天文學家 叫孫維新 孫維新老師 現在也是台中科博館的館長 也是台大的天文的教授 他當時他有與會 他就提出來說 欸 既然是冷屁的 我們就不如把它用這個名字 其實也可以讓更多的中國人 能夠認識這個字啊 OK 結果後來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我就蘇維新老師 他提出來之後 欸 一表決 結果沒想到 戲神星獲得名 就是獲得滿高票 所以後來就是有戲神星的名字 OK 但是我要講喔 最近的測量 有在發覺說 冥王星 好像 戲神星大 實際 大概在多個300公里 OK 所以我說這個答案其實 不明確 有可能是第一個 冥王星 也有可能是戲神星 OK 先跟各位講一下 好 再來 我們來講太陽系的神緣 我想太陽系的神緣 各位多多少少都知道 起碼有一個大家長 太陽 然後另外剛才講到八大行星 然後八大行星 在下一集就是矮行星了 矮行星就是剛才列的那五位 其中 古神星比較例外 是在小行星帶 其他四顆 我們稱為在古伯帶 但是這是翻譯 翻譯 翻譯 我們直接翻譯叫古伯帶 好 叫 古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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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也就是在海王星軌道以外 其實有一塊區域 這一塊區域都稱為古伯帶 所以冥王星 戲神星 秒神星 任神星 都在古伯帶 但是對不起我打岔再回來講 剛才那個揚州 都不是把這個戲神星的名字定 你知道嗎 後來定了 據說 與會的人士還提出來一個問題 有人就突然提出來說 既然大家都叫什麼神星了 那現在冥王星 已經不在八大行星的地位 現在已經降為 海行星了 那既然海行星 大家都知道他什麼神星 他不在那個位子 不應該再領這個俸禄 不能再取這個名字 那是不是應該改成叫明神星 那結果呢 有一些學者就提出來說 哎呀 冥王星已經夠可憐了 從那個行星的地位 被打成海行星了 你現在還要再把他名字給改掉 他一定很難過 還不要了 後來大家就想說 好算了就維持冥王星的地位 好 冥王星的名字 但是他的地位被改掉 好 好 矮行星之後的地位 比較再低一點的就是衛星 因為衛星就是 繞著行星 或繞著矮行星轉 我們就稱那個為叫衛星 OK 好 那另外呢 其他的還有一些天體 好 我們就暫時不講 比如說呢 小行星 等等的 好 其實呢 衛星繞著小行星轉的 也叫衛星喔 好 所以 嚴格來講 真正的分的地位應該是 太陽是大家長 然後行星 行星之下是矮行星 矮行星之下是小行星 小行星之下才是衛星 好 如果以階層來分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 好 來 那太陽呢 我不花太多時間講 太陽其實是可以當一個主題講的 而且可以講 大家要講一節課以上 而且會比較深 所以我就暫時 簡單的點到 整個太陽系就包含整個 整個太陽就包含整個太陽系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重量 然後呢 現在太陽的年齡五十歲 算是中年人 五十 對不起 不是五十歲 謝謝 五十億歲 五十億歲 所以他現在算中年人 他還有一半的壽命可以活 所以還有五十億年的壽命 OK 所以不用擔心 那另外呢 他的內外 從最裡面是核心 然後接下來是輻射 對有光球層 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就是光球層 那旁邊再往外 往外的話有色球層 色球層是我們比較看不到的 除非要等到日全時 我們才可以看到色球層 甚至看到日 OK 這兩個 我們目前太陽太亮了 我們看不到它 因為光球層太亮 我們要等到日全時的時候 正好月球遮住了太陽的光球層 這時候色球層跟日 才會顯現出來 OK 那你看喔 最裡面的核心溫度 其實太陽的核心溫度很高的 一千五百萬度 但是它裡面核融合一千五百萬度 等到它傳到了表面 就只剩下六千度了 傳到表面六千度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喔 太陽的核心做核融合 它要把溫度傳到表面 你知道花多久時間嗎 一百萬年 一百萬年才能夠從核心的溫度 把它傳到外圍的六千度 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傳遞 然後呢 太陽黑子週期是十一年 太陽黑子 如果我們看 不過我們上課時間比較晚 沒辦法讓各位看太陽黑子 天文館有機會的話 各位在早上十點到十二點 或者是下午兩點到四點 天文館的那個望遠鏡 是免費開放給大家看的 是看 白天就是看太陽黑子 太陽上面有一點一點的黑子 那這個黑子 其實也會影響我們地球 它的黑子如果多 就代表太陽的活動很頻繁 太陽的活動很頻繁的時候 就會向四面八方 偷出很多代電彼此 到達地球之後 會產生什麼形象呢 我們地球一個特殊景觀 有沒有人知道 來 極光 極光很好 答對了 就是極光 為什麼極光只會在南北極發生 引力 不是 磁場 是那個 等於說就是磁力 我們磁場 我們地球磁場 我們的地球 等於說各位可以想像 我們地球 假設磁 我們中間那個像磁鐵一樣 你把它想像好像一個磁鐵 然後呢 這旁邊就會有什麼東西 磁力線 有沒有看過磁力線 以前小時候我們做過那個實驗 因為我們在一張紙上灑了很多的鐵粉 紙的底下是放一個磁鐵 然後紙上面抖一抖 那個鐵粉會慢慢形成一條糊一條糊 就像這樣子 一條糊一條糊狀的磁力線 那現在太陽的帶電粒子過來之後 它有帶鎮電的直子跟帶負電的電子 以至於帶過來之後就會受到這些磁力線的導引 它會是這樣子轉 最後就要鑽進地球 那這邊另外一個 它當然就是這樣轉 最後要鑽進地球 所以會鑽到 有的會鑽到北極沒有的鑽到南極 但鑽到南北極之後 接下來要進去了 但是我要講一下 這種太陽的這種是高能的例子 今天如果鑽入地球 不是會打到人嗎 打到人通常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非死即傷 但是這麼高能的帶電粒子 為什麼到南北極 那南北極的人怎麼過活 其實還有一項 地球還有一項東西在保護我們 來有沒有人誰要講 電禮層 電禮層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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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再廣泛一點 再講廣泛一點 地球有人像東西在保護我們 來試試看 大氣層 對啊 大膽的講 就是大氣層 因為高能的帶電粒子 打到大氣層之後 我們知道大氣層裡面最多的元素就是 氧跟氮 氧占五分之一 對不對 氮占五分之四 高能的帶電粒子 打到氧之後 會產生 綠光 會產生綠光 打到氮之後 會產生藍光 OK 所以其實極光大多數是 藍光綠光是居多的 比較少紅顏色 紅顏色就是其他的元素 我們空氣裡面稀有元素 或者是包括什麼 水蒸氣 二氧化碳等等 那種比較少量元素才有可能 好 我說太陽週期十一年 那代表什麼意思 每十一年你要去看極光的話 會比較幾率比較高 而且會比較壯觀 前一次壯觀是在2013 2014年的時候 那下一次壯觀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2024 2025 202425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去看極光的 現在可以開始存錢 因為一存 因為你要去看極光 恐怕要十萬左右 OK 其實現在旅行社還有推出很多的旅行團 極光的旅行團 建議各位不要去 因為看到的機率會比較低 而且可能比較不夠壯觀 OK 那太陽呢因為不大顆 太陽不算大顆 如果不大顆的話 它未來晚年不會爆炸結束生命 它會變成一顆白眼星 而且變成白眼星 上次 上個禮拜 那個 我們前社長 有跟各位講過 在天晴座 有哪一個天體 是太陽未來會變成類似這樣子 還有沒有記的 行星撞星雨 M 多少 有沒有人 來 57 不錯喔 你都有做筆記喔 不錯喔 厲害了厲害 因為我想說我的頭 那個他的 他的那一份頭影片是我做的 然後我還沒把它放上去 還沒放上網路 不錯了 既然都有記住了 好 所以呢 晚年會變成一顆白眼星 不會爆炸結束生命 好 太陽我大概就解 解說到這裡 但是來講一點虛偽 你覺得太陽 或者是其他 我們 宇宙的天體 你覺得 它的屬於權 它的擁有權是屬於誰的 來 那個 坐在靠門的那位女生 就你 你覺得 你覺得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蛤 沒有 都不屬於任何人的 那 好啦 我就不花時間講 其實嚴格來講 真正的這一題的正確答案 應該是 不屬於任何國家的 欸 只有 那個所有國家 當時美俄等等 等一些 那個 天文的先進國 他們當時就 一定說 發現了任何天體 都不能隸屬於任何 哪一個 發現這個國家 但是呢 很好玩 我這一題的答案 居然是 第五個 登記該星體擁有權的個人 欸 為什麼 欸 真的歷史上有這個事件嗎 1980年 1980年 有一個 欸 我先講啊 有時候講這些故事 我 考試不一定會考 只是讓大家知道 歷史上曾經 發生過這種有趣的事件 但是 也許我可能 在自我測驗當中 會寫出來 說不定也 如果我在自我測驗有寫 那 可能在其中 期末考就會考 好 那沒關係 來 1980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年輕人 叫丹尼斯霍普 丹尼斯霍普 丹尼斯霍普 後面我就不寫了 好 霍 霍 但這就是 的那種強權國家 只有 在說明說 宇宙的天體 不屬於任何 的地方 都不屬於任何